我跟芮芮今天要出门 正好跟你顺路一起呗 顺路 你要带芮芮去哪儿 就随便出去玩 合租工业第四条 去哪儿 跟谁 去甜品店啊 去甜品店 我跟班长约好了 你去甜品店干嘛 我好歹也是个美食博主 那我去甜品店不是很正常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不用上门了 好吗 那芮芮 咱们出门啦 去吃甜品咯 我们走啦 走 不就去见个班长了吗 你怎么那么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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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十点营业吗 你们老板怎么还不来呀 小姐姐 从您进门到现在 您这个问题 已经问的我十遍了 我 老大 走 哎扯木 你终于来了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不认识 您找哪位 不好意思 衣服清洗的钱您算出来的 我让他们结给你 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那你是 是想问你一下 你和我哥的那个同学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这事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一行帮我这回客人 还有啊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陈墨 小姐姐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是我们老大的官方代言人 小姐姐 你说要带瑞瑞来 所以给你改的公园了 这样也更舒服一些 瑞瑞她能玩好 也不耽误咱们聊天 还是班长想得周到 班长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 主要是想问一下 你们Sweet 抄袭Soul的新品这件事 那给你带来了吗 好 果然 不光长得一样 连味道都很相似 不过仔细品尝 还是跟陈墨做得不一样 但是普通客人就很难 尝出其中的差别 上次陈墨反映的抄袭问题 我已经跟总公司反馈了 他们给的回复是公司才买的 所以不会有抄袭的可能 这件事会不会是有误会 不可能 我在家里看着他研发的 你跟陈墨 你们在一起了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一起照顾瑞瑞 我姐和我姐夫 就夫妻之间 你懂吧 懂 江大部主 你现在也是美食大V了 什么时候 帮我们sweet宣传宣传 你之前文章写得那么好 当然可以啊 我的荣幸 快尝尝 我今天带来的 都是我们的新品 来 这么多新品 看来成功遇到对手了 嗯 果然名不虚传 成功机会 小姨你得偷吃 成功机会 来瑞瑞 跟小姨一起吃 我不要吃 为什么 一个人 怎么能吃两家的甜品 来 不对劲 哪里不对 我也觉得老大以前 从来不会用酸调做甜品 今天居然在后厨 切了一整天的柠檬 确实不对 还有更不对的呢 这个小姐姐的确不太对 什么小姐姐 她已经盯着后厨一个早上了 神神秘密 偷偷摸摸的 她就是斯维特的人啊 她可是斯维特的负责人 韩木舟 怪不得 难道她又想偷咱们的创业 要不然 我去拦着 不行 你 扛不住 你少瞧不起人 我才不会 不是 一航同志 今天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什么 你今天负责给我把她挡死 绝不能让她接触到老大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保证完成任务 小姐姐 让我来给你推荐一下 咱们家的甜品吗 这款叫做玉蟹 然后呢 这款蛋糕 质地非常的柔软 你们店长平常都有什么爱好呀 我们店长爱推出新产品 胆肌Sweet 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没问题 只要我们老大一出手 他绝对必赢 我就只是拍拍照 不干别的 咱们都是甜品店 我们老大希望咱们能公平竞争 你确定笔记本除了你和陈木外 没有第三个人看过吗 我确定呀 当时我拿着笔记本我就直接给 给了谁 笔记本给我就行 麻烦你了 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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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知道找我 喂 干嘛我在忙 在哪儿 在哪儿